2008年 剛果前總統卡比拉與北京達成一項協議 中共的國有企業利用聯合開採銅礦和股礦獲得的收益 在剛果興建醫院和道路 13年過去了 批評人士說 中方承諾的好處幾乎沒有兌現 這份報告由政府、公司和活動人士 組成的開採業透明度倡議所委託 據路透社看到的報告草案 稱這項交易不公正 報告還敦促剛果取消2017年秘密簽署的修正案 這項修正案加快了對中國投資者的付款 報告的完整內容將在本月晚些時候發布 剛果現任總統齊塞克迪最近在訪問礦區時告訴民眾 他正在重新評估與中國投資者的關係 剛果是世界最大的股生產國 而股是電池的重要部件 剛果的股礦具有巨大的戰略意義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 江迪亞綜合報導